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水鲜花 那在今天开始上课之前,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韩式表花的 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一定要关注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了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水鲜花花瓣的制作方法 它的方法呢,其实和我们表叶子的方法是很像的 主要的要点就是我们必须11点钟的方向出发 然后到顶部表花嘴立起来做出一个小尖尖 我们使用到的花嘴是惠尔通的103或者是104 因为我今天最终呈现的作品是放在纸杯蛋糕上面的 所以我选的是103号花嘴,做出来的会稍微小一点 我们第一步打底座的时候需要打两到三拳 接下来就是做花瓣的部分 我们水鲜花是有6片花瓣组成的 我们一片挨着一片做,不要急 慢慢的做,如果产生锯齿的话,没有关系 我会在后面的示范当中告诉大家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6片花瓣做好了,一个大致的形状出来了 下一步呢,我会给它稍稍的上一点绿色 因为我在网上找的这个水鲜花的图片上面呢 是有一点霓虹亮绿色的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颜色给它做出来 让它更丰富一些 那下一步呢,就是要做花心的这个部分 使用的花嘴呢,是惠尔通的59号花嘴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转钉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那就左手转钉 如果是左撇子的话,就右手转钉 因为59号花嘴,它是一个眉形花嘴 当眉形花嘴转了一圈之后呢 它的边缘可能会有一些内扣 那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就只需要拿笔刷,然后沾一些水 然后把往里翻的花瓣稍微再往外拨一下就好 最后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把花蕊给它加进去 花蕊的话,我们使用到的花嘴是惠尔通的零号花嘴 直接往上拔就可以 我们花蕊挤的时候呢,一般是三根到四根就够了 不要挤太多 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如果做这个花瓣的时候 碰到锯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出过的那一期视频 就是如何去解决锯齿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直接用笔刷去沾取水 然后把有锯齿的地方,我们通过水去给它淡化 现在我正在做的是组装部分 这一次想呈现的作品呢,是一个花素形状的 所以我现在使用到的绿色一条一条的呢,是豆沙烤干了的枝条 我们之前为什么底座打两到三圈那么厚 就是为了我们用一花剪 给它剪下来的时候呢,它的花朵不变形 如果我看到那个花生的花形状的话 我们现在不要取得了 其实你不是什么样的 这个花园的枝条 它是太古丁了 所是太古丁了 你要是太古丁了 太古丁了 下次看到这个花园的这样子 我们先看到这个花园的柠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